本集比赛就继续一场20分钟的第一个一大一段 首先第一点上来自五月初期送人员为 就是58空间的外教石蒂夫 好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场比赛即将开始 首先登场的也是我们MKW起行的人气选手 外教石蒂夫老师 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这场比赛恩怨 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或者哔哩哔哩搜索 MKW摔角黄卓来回看MKW起行周赛的节目 好回到这场比赛 史蒂夫老师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一直觉得能够教会王涛对什么 但是说实话在我看来 史蒂夫老师就是在折磨王涛 而且他利用他夺得观众们的关注跟喜爱 这么长时间以来 王涛已经受够了史蒂夫老师高高在上的样子 怪不得王涛想离开英语教室这个比赛了 史蒂夫老师还在之前的采访里说到 要给王涛好好的上一篇 给他一个教训 唉 我们拭目以待吧观众朋友们 好了看到史蒂夫老师给所有人都贴了一个标签呢 真的是经典的史蒂夫老师出场 非常有戏哦 好的他的对手 观众朋友们相信一定很熟悉 我们的未来之心王涛 OK 伴随着音乐王涛走出来了 哇 这个气势非常到位 我们可以看到王涛的火 都在眼睛里一直一直的冒 这对于史蒂夫老师还是有不少情绪的 各位史蒂夫老师的学生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 王涛已经学会了史蒂夫老师可以教他的一切 但是我觉得可能今晚 今晚就是他清出于篮 给史蒂夫老师上一课的时候 这场比赛 我是非常的期待 给王涛站上了边上的示威 非常灵活有天赋的一位选手 好的 两边一开始就有点口角 史蒂夫老师走到边绳边脱衣服 是想拖延一下比赛的时间吧 这是不是他的战术呢 王涛这边进行的偷袭 王涛把史蒂夫老师放倒 几个脚踩 哇 这足以发泄他的路气吗 我觉得这是不足够的 裁判把他拉开 再把史蒂夫老师拿起来 非常漂亮的一击脚踢 郑重史蒂夫老师的脸颊 把史蒂夫老师踢下来擂台 他示意不要 要暂停一下 但是王涛可不会理你 一下 一下的攻击 史蒂夫老师再来 哎呀 史蒂夫老师反击 王涛撞到边脚上 啊 边脚 再来一次对边的边脚 OK 把王涛扔回擂台 史蒂夫老师爬上去 把王涛按在边绳上 哎呦 这一脚下去 真的是到位啊 史蒂夫老师跑绳 一个飞坐 哎呦 这一下可不轻啊 王涛 大家可以看到王涛捂着胸口 这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痛 一个坐机 史蒂夫老师对王涛背叛他 也是非常的生气 不过在我看来 这都是你咎由自取的 观众朋友们 带着王涛打气 王涛加油啊 史蒂夫老师把他举起来 一个抱出来非常漂亮 王涛撑住来压制一 哎 只有一下 看来王涛还是非常有精力的 哎呦 锁腰 锁腰一个坐 再次压制两秒 就是两秒多了一秒啊 史蒂夫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讨厌王涛这个学生啊 老师们可不能这样啊 老师们可不能这样啊 不管学生什么样都不能动手啊 是不是 王涛也要加油啊 不能给按着打呀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史蒂夫老师 非常的生气 啊 这个学生 不让我叫他 我很生气 我要锁他的头 OK 锁一下把它放开了 看来他还是要继续的折磨王涛 不会让比赛这么快结束 OK 放到边神一个冲撞 史蒂夫老师想干嘛 哎 做出一个 边神的吊车翻摔 非常漂亮 哇 这一下王涛还能撑住吗 一 二 哎 两下 王涛均出了牙齿 史蒂夫老师说 为什么要裁判 为什么只有两下 哎呀 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这一下甩的可不轻啊 太痛了呀 给史蒂夫拉起了王涛 捶他背 继续捶他背 再来一下 哎 哎 王涛要反支了吗 反支了 一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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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三下 看你瘦不瘦得了 再接一个漂亮的DTT 再一个采击 哎 接下来做什么 哦 踩了一下史蒂夫的肚子 这一下够痛的 王涛 跑成一个飞扑 可惜压制只有一秒半啊 还不够啊 王涛 哎 这招是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强啊 把史蒂夫老师手锁住 带来一个锁喉 哎呦 史蒂夫老师使用一招 哦 插眼 这个是经典的聪明之举啊 但是观众朋友们 如果比赛中过多的使用这种伎俩的话 会被裁判判罚输掉比赛的 诶 史蒂夫老师 这是干什么 这是要溜了吗 这真是个懦夫呀 王涛才刚刚起来 反击他就溜了 观众朋友们 真的 这个史蒂夫老师 太懦弱 哎呀 杨庄想回到那台 甩了一下走 走掉了 哦 裁判也示意 比赛结束 王涛虽然赢得了比赛 但是 感觉还是稍微有点憋屈啊 没有把怒火完全发泄出来 相信后面 他们的恩怨也会再次秩序 不过再次恭喜王涛选手 上班都会回放非常漂亮的一个回复 观众朋友们也给了王涛非常足的认可 这个未来之星 一定 未来可期 加油王涛 再次恭喜王涛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好的观众朋友 文鱼就想了解更多有关于MKW的资讯 或者收看MKW起航的往期视频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以及哔哩哔哩搜索 MKW摔角王博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了 没有